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老公抱着那年轻的狐狸精,冷冷地跟我说, 我们签过协议,家里的钱,你一分都带不走。 我满脸苦涩,我跟了你二十年,你就这样对我吗? 婆婆就在身旁,她没有劝架,反而刁钻地骂我, 你也知道你耽误了我儿子二十年啊。 都是因为你这破肚子生不出带靶的,你还有脸说。 婆婆骂完我,又宠溺地看着狐狸精怀里的私生子。 她笑咪咪地说,老天爷还是有眼的, 在我临死之前儿孙满堂。 我叹了口气,她没法儿孙满堂了,因为老公有肝癌。 这件事情,我和女儿一开始不敢说, 特意先去做了移植匹配。 测试结果出来了,女儿的肝脏和老公完全匹配。 我欣喜难耐,破天荒去了老公的单位, 正准备把坏消息和好消息一起说。 结果,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那狐狸精坐在她的腿上。 我第一反应就是苦笑。 我才知道,原来肝癌了都有力气做那种肮脏事。 我没吵也没闹,只是失魂落魄地关上门离开。 我不知道怎么给女儿解释,她还沉浸在终于能献肝旧父的感动里。 可狐狸精却没妥协,她抱着私生子,挽着老公的胳膊找上门,狠狠击碎了女儿的梦。 女儿擦着泪,问老公,爸,你知道我和我妈有多爱你吗? 老公的态度很冷。 她说,我给你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跟我接受新妈妈。 要么跟你妈,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她连你的大学学费都出不起。 女儿低下头,她咬牙切齿地说,我不会认那个贱人和野种。 婆婆气急了,忽然抬起手,狠狠一耳光扇在了女儿的脸上,你放什么屁呢? 你敢骂我的孙子是野种,狗娘养的东西。 女儿下意识扑向了婆婆,却被老公抬起脚,一脚踹倒在地。 老公冷冷地说,放肆,你还想动手打你奶奶了? 尊敬长辈的道理都不懂,骂你还真没骂错,就是个狗娘养的。 女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心都要被撕裂了。 我蹲下身子,抹去她的泪水,轻声说,别哭,我们走。 我转过头,对老公说,你记住,今天是你赶我们走的,以后别求我们回来。 老公冷笑了一下,婆婆煽风点火,你当你是谁呀,还求你回来? 家里的东西你什么也别想带走,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有人求你。 我笑了,老公见时机成熟,递来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他说,签了吧? 我摇摇头,我不签,我不会和你离婚。 他皱起眉,他冷声道,不签的话,我就跟你打官司。 我呕了一声,扶起女儿,转身离开。 就算婆婆不说,我也没打算搬东西,因为等老公死了,房子和财产全都是我的。 老公见我真的不签,他冷笑道,那你准备请律师吧,问题是你有钱请律师吗? 他还是不懂,我没必要请律师。 只要女儿不捐肝,他根本活不到宣判的时候。 我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爸妈已经知道了情况,但是不知道老公有肝癌。 这件事情我想保密,一旦传出去,他就有机会活。 我的心眼很小,小到容不下他能活着。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婆婆的心眼比我还小。 我前脚刚带着女儿进门,他后脚就追了上来,还是带着狐狸精一起来的。 他一进来,就急匆匆地说,刚才我儿子在,我不好当面说,我想你把这个签了。 婆婆放了一张合同在桌上,那是一份财产放弃协议书, 要求我女儿不得继承家里的任何财产。 我皱起眉头,难道他知道老公有肝癌的事情了吗? 但婆婆很快就说,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我不想过些年我死了, 你们跑来和我孙子抢家产。 我明白了,看来他并不知道肝癌的事,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会走在他前面。 但看着上门律师事务所的盖章,我也才明白,婆婆早就知道了私生子的事。 这份合同,可不是他临时就能拿出来的。 我说,你早就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了,对吗? 婆婆冷笑,是又怎么样? 要怪就怪你自己肚子里没货,赶紧把字签了,家里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你没资格拿。 我冷冷地说,我不签。 婆婆脸色大怒,她指着我的鼻子,痛骂说,不要脸的东西,还真给我猜对了,你不肯离婚,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爸妈都气坏了,我却让他们进屋去。 狐狸精叹了口气,说,好歹夫妻一场,你就不能洒脱点放过他吗? 他的话没让我生气。 我才发现,当彻底对一个人死心后,就完全不在乎自己和他的任何事情了。 我只是在盘算着等老公死了,我可以拿走多少财产。 女儿却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她拿起水杯,朝着狐狸精狠狠砸了过去。 水杯砸中了狐狸精的脑袋,女儿气得大骂,滚。 我都没有家了,你们连我妈妈家也不放过,都给我滚。 狐狸精捂住额头,鲜血从指缝流了出来。 搭配着她年轻好看的脸,显得楚楚可怜。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我却感觉到不对劲。 刚才女儿气昏了头,没能瞄准。 水杯应该是砸不中她的,可她似乎是自己迎上去的。 狐狸精抓着婆婆的胳膊,叹着气说,妈,算了吧。 她们只是太生气了,等过阵子,她们冷静了再说。 对于这个生了孙子的女人,婆婆满脸心疼,你没事吧? 好大的胆子,都敢动手打你了,你还是哺乳妻啊。 狐狸精可怜兮兮地说她没事,很快我就明白了她的想法。 我叹口气,可惜了。 她真的很会演戏。 可是演给一个将死之人看,这又何必呢? 就如我猜想的那样,当天晚上,老公就气势汹汹找上了门。 那狐狸精头上贴了绷带,看着苍白无力,惹人心疼。 巧的是,他们进门的时候,女儿正在看老公的肝癌通知书。 老公一进门,就扑向了女儿。 女儿吓坏了,她叫了声爸爸,但这一声爸爸,却没能唤醒老公的父爱。 老公抓住女儿的头发,把她的头狠狠砸在了桌上。 桌上是我们刚吃过的菜,盘子碎了,瓷盘碎片和鱼骨头一起,刺穿了女儿的小脸。 桌上鲜血淋漓,我急忙要阻止,老公却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 我摔倒在地,捂着肚子,疼得冒冷汗。 她对我怒吼,狗娘养的。 就是你惯的。 她哪里还有一点尊敬长辈的样子。 她脸色猙獰,清金暴露。 那仿佛是要杀人的态度。 她摁着女儿的头,大吼,马上给你阿姨道歉。 女儿哭着说,爸爸,我好痛。 你放开我好不好。 我忍着痛想爬起身。 我舍不得女儿疼,我亲眼看着那些碎片扎进她的小脸。 可老公却摁着她的头,竟然狠狠在桌子上摩擦了几下。 她怒吼,知道痛了,你才会知道错了。 我气急攻心,一巴掌扇在了老公的脸上。 她挨了一巴掌,突然狠狠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喘不过气了。 她冷冷地说,你知不知道,她还在哺乳期。 我艰难地抓着老公的手,好不容易才发出声音,放开我女儿。 老公冷冷地说,先道歉,必须先学会做人的道理。 女儿崩溃了,哭着说,你又懂什么做人的道理。 你自己都不会做人,你想教我一些什么道理。 老公深吸一口气,她说,不尊重长辈,就是你最大的错,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愣住了。 她一进门,用女儿的头砸碎盘子。 她把女儿的脸摁在瓷盘碎片上,一次次用力摩擦。 现在她却说,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她真正愤怒的时候,又该是什么样? 狐狸精还在旁边劝假,假心假意地说,算了,医生都说我没什么事,只要缝几针就好了。 孩子暂时不愿意接受,我没关系,给她点时间。 老公回过头,很温柔地和她说,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必须帮你出头。 这一刻,女儿的心寒了。 为什么我知道她心寒? 因为我看见她捏紧了肝癌通知书,塞回自己的口袋里。 她本来还在做斗争,原本她还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活下去。 可这一刻,她也容不得这个男人活着了。 满脸是血的女儿,忽然笑了。 老公皱起眉,问,你笑什么? 女儿笑得捂住肚子。 她说,我发现我哭不出来了,你不值得我哭了。 我知道女儿在笑什么。 笑这个男人活不久了。 老公抓着她的头发,将她的脑袋扯起来,随后再次狠狠砸在了桌上。 女儿乌蛙,吐出了一大口血。 我这才发现,有些瓷片竟然已经刺穿了她的脸。 老公看见女儿的伤情很重,她终于松开了手。 我急得抱住女儿,看着她的脸,我心都在滴血。 我呆呆看着桌上的瓷片,忍不住一把抓起来,满脑子都是割了这个男人的喉咙。 女儿看出了我的意图,她抓住我的手腕,摇了摇头。 她在我耳边呢喃,妈妈,不要把我们的优势丢了,我们还要一起快乐地生活。 我强行忍住愤怒。 女儿说得对,我们娘俩必须活得很快乐。 女儿直视着老公,说,我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你没说过她吃苦。 以前你穷的时候,我们挤在出租屋里。 你为了应酬,非要穿贵的衣服,我妈大冬天冒着洞窗,帮你用手洗,你没说她吃过苦。 泪水从女儿的脸上滑落。 她擦去眼泪说,我不是为你哭,我是为我妈妈哭。 我妈为你做了这么多,现在你却说这个女人吃苦了,你必须帮她出头。 老公满脸冰冷。 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打算负责你大学的生活费。 你太放肆了,跪下给你阿姨道歉,我可以供你读完大学。 女儿笑了,你难道以为你在说什么天大的恩情吗? 你想我跪是吧? 行,我跪,希望你受得住。 女儿突然掀翻了桌子。 桌上所有的盘子和碗都摔在了地上,化为满地碎片。 吵杂的声音引出了我的父母,引来了附近的邻居们。 人们看着这一幕,都是傻了眼。 女儿咬了咬牙,跪在了这满地碎片上。 老公和狐狸精都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但老公还是强行镇定下来,他说,你在用自残威胁我吗? 女儿摇了摇头,问,你听过削肉踢骨吗? 老公脸色变得很难看。 女儿说,踢骨还腹,削肉还母,但是你不配。 我今天就跪在这儿,还你养育之恩。 他俯下身,在满地碎片上磕了头。 他逼着头,说,所有人都做个见证,今天起我们断绝妇女关系。 以后我不要你照顾,你也别来找我。 我看着跪在碎片上磕头的女儿,顿时明白了。 他这么做,就是要等老公发现肝癌的时候,堵住所有人的嘴。 今天闹这么一出,以后任何人都不敢来求情。 老公气笑了。 他说,我吃软不吃硬,今天是你说的,以后你就是死在外面,我也不会管你。 女儿轻声说,我也一样,你就是死在我眼前,我也不会救你。 老公牵住了狐狸精的手,冷声说,我不需要你救,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别后悔。 女儿站起身,忽然拿起了旁边餐柜上的白酒。 她倒了两杯酒,递给老公一杯。 她说,最后叫你一声吧,最后敬你一杯酒,当作未来我结婚的敬酒,到时候你不用来了。 你要是任我今天的削肉踢骨,喝了这杯酒,我们恩断一绝。 我想,女儿有点狠。 让肝癌的老父亲喝酒,给肝癌提提素。 老公接过酒杯,将半杯白酒一饮而尽。 他放下酒杯后,带着狐狸精走了。 临走之前,狐狸精还扭头看我,露出了胜利得逞的笑容。 我带女儿去了医院。 医生叹着气说,想消除疤痕的话,等痊愈后要尽快,估计会花不少钱。 我让医生别担心,只管给女儿用最好的治疗。 回到家里。 女儿在我的怀里哭了一夜。 我问她为什么哭,是不是因为爸爸要死了。 她摇头,紧紧抱住了我。 她说,妈妈,我只是好心疼你。 我摸着女儿的头发,告诉她我不难过。 真的不难过。 我反而有些解脱。 我想过卖房卖车,给老公治肝癌。 我做好了倾家荡产的准备。 二十年打拼,一招回到解放前的准备,我都做好了。 结果现在,她忽然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不需要救她了。 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新的离婚协议书就被送来了。 她给了点离婚费,但是不多。 我本身也没打算离婚。 无论她给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和她离婚。 因为作为她的合法妻子,在她病危的时候,我有权利拒绝治疗。 我是能拔掉她呼吸管的人。 我迟迟不签离婚协议书,老公和婆婆都急了。 婆婆三天两头,跑来我娘家门口,就站在外面马街。 她骂我不要脸,死赖在她家的户口本上不肯走。 还骂我和女儿是吸血虫,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吸血。 对于这些辱骂,我都充耳不闻。 老公终于还是担心婆婆会弃坏身子,找了律师来联系我,通过法庭起诉。 我甚至连材料都懒得准备,因为我很清楚,只要我说不想离婚。 法院判决通常都会驳回第一次离婚诉求。 老公也知道这个潜规则,所以她也没着急。 她并不知道,她应该着急,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果不其然,法院驳回了诉求。 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才终于在法庭上见面了。 老公明显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看。 唯独她的肚子胖了很多。 我知道那些都是腹水。 她坐着的时候,时不时用手摸一下腹部,似乎是胀得难受。 婆婆和狐狸精就坐在老公身边,婆婆盯着我,嘴里不知道在骂些什么东西。 法官问老公为什么想离婚。 老公还没说话,婆婆就着急地说, 我儿子当然要离婚,你看他那没出息的肚子,耽搁了我儿子二十年啊。 他还养了个没教养的女儿。 法官冷冷地说,这里是法庭, 说脏话请出去,法庭不是你骂人的地方。 婆婆只好闭了嘴,老公说,因为感情破裂。 法官又看我,你不想离婚,那你有什么想说的? 女儿说,叔叔,我妈妈她改主意了。 婆婆气得又大骂,狗娘养的, 大人说话,哪有你这个小畜生说话的份。 法官砸了一下锤子,他怒了,再说一句脏话, 马上就把你赶出去。 婆婆又耸了,狐狸精又眼上了, 她说,你真的改主意了吗? 不要骗我们,我知道你有些余情未了, 可是学会放手,真的很重要。 我说,对,我想离婚,并且申请分割财产。 他们一愣,没想到我竟然真同意离婚了。 老公冷笑说,分割财产,就你也配。 我说,你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 但是我会跟法院申请冻结你的财产。 就算我告输了,我也会不停上诉。 老公说,你以为我怕你冻结啊? 我早就找好律师了,证据全准备好了, 最多几个月,你就得败诉。 我叹气道,只怕你活不过几个月了。 婆婆气得大骂,你敢乱说话, 我撕赖你的嘴。 法官皱着眉,和我说, 你是当着我的面恐吓对方吗? 我无奈地说,我没有恐吓他, 他是真活不过几个月了。 婆婆气坏了,拿起桌上的东西, 不断朝我们砸过来。 砸完了他还不解气,情急之下, 竟然颤颤巍巍朝我扑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 婆婆抬起手, 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他破口大骂, 我让你咒我儿子。 你这贱货,我就一个儿子,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承受着他的耳光, 却只是面带微笑, 没有还手。 在法庭上干出这种事情, 只能说是对我有利。 法警急忙要过来阻止婆婆, 结果婆婆大吼着说, 别动我, 我可是老人家了。 我有高血压, 我有心脏病, 我一阵苦笑。 她身上的这些病, 比起她那唯一的儿子, 还真是算不上什么。 婆婆咬牙切齿地问我, 你是不是想找人害我儿子? 你快说是不是。 我摊开双手, 无奈地说, 在官司打赢之前, 我身上又没钱, 我出得起害你儿子的价钱吗? 那你就是胡说八道, 我撕烂你的嘴。 婆婆又狠狠扇了我两个耳光, 法警急忙夹着她的胳膊, 要把她往外扯。 婆婆双腿还在乱蹬, 急得大吼, 放开我, 让我打死这个贱人。 老公也冷冷地说, 你现在只会人身攻击了吗? 难怪女儿这么没教养, 看来都是跟你学的。 你如果想找人弄我, 那我奉陪。 我轻声说, 我不会找人弄你, 要害你的人不是我, 而是老天爷。 他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只是报应来了。 老公哈哈大笑, 他说, 我有了个温柔年轻的漂亮老婆, 有了个可爱活泼的儿子, 你却说老天让我恶有恶报。 你难道看不出来老天在帮我吗? 女儿听见这话, 突然扑斥一笑。 老公怒道, 你笑什么? 没教养的东西, 之前打你没得到教训是吧? 女儿冷冷地说,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老公站起身, 撸起了袖子, 怒骂道, 断绝关系了才好, 老子打死, 你都不心疼。 法官气得拿起木锤, 使劲砸了几下, 现场总算安静了一点。 法官说, 法庭是讲法制的地方, 不是给你们吵架的地方。 老太太不懂事也就算了, 你们怎么也跟着胡闹? 胡黎精这时候出来, 眼无辜了,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他总要把话解释清楚吧。 他刚才恐吓别人活不过几个月,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官转头问我, 你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辱骂他还是恐吓他? 这里是法庭, 你马上解释清楚。 女儿站起身, 平静道, 我妈妈只是如实叙述, 这就是证据。 她从口袋里掏出了肝癌通知书, 走向法官。 我说, 对, 她真的活不过几个月了。 气氛寂静了。 女儿将肝癌通知书交到了法官的手上, 法官看得揉起了太阳穴。 她说, 这份检查单属实吗? 我说, 属实。 法官无奈地对老公说, 人生最后的日子了, 夫妻俩至少求个好结果吧。 老公脸色明显有些不对了。 他傻傻地问,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 你记得你之前身体不舒服, 医生让你做个深度检查吗? 我替你拿了检查单, 你怎么把这事忘了呢? 老公下意识说, 我太忙了, 我没来得及去。 我说, 你不是没来得及去, 你是习惯了这些事情都让我去。 你从来都在享受我的照顾, 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女儿叹着气说, 是不是因为整天围着你那儿子转, 还有忙着威胁我妈离婚, 怎么连自己身体都顾不上了呢? 老公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道, 没有我的日子, 你连自己有几双袜子, 几条裤子都说不出来。 你心安理得享受我的照顾, 最后抛弃妻女, 现在老天爷惩罚你了。 婆婆急坏了, 她连忙冲到法官旁边, 一把夺过了肝癌通知书。 她急坏了, 带着哭腔和老公说, 这, 这是啥呀? 老公有些失魂落魄地走过来, 她捂着腹部, 呆呆看着肝癌通知书。 最终, 她使劲摇着头说, 不可能, 你一定是骗我的, 我还这么年轻, 这不可能。 婆婆也是激动地说, 对, 这个贱人在拖时间。 我们只要去医院问清楚, 就会知道她是在撒谎。 狐狸精已经傻愣在原地, 她脸色苍白, 面无血色。 我想, 现在对她的打击一定很大。 她已经发现了, 自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婆婆抓着老公的胳膊, 着急道, 儿子, 你不会有事的, 你有菩萨保佑,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 我在想, 菩萨会保佑这种人吗? 应该会的, 因为菩萨是宽宏大量的。 只要真心认错, 改错, 菩萨会原谅她的过错。 但问题是, 菩萨愿意保佑她, 我却不会保佑她。 婆婆和老公还是没明白, 现在能保佑她的不是菩萨, 而是我和女儿。 我说, 你去医院问问, 不就知道了吗? 老公着急地说, 如果是真的, 那我还有救吗? 我笑了。 我说, 谁知道呢? 我又不是医生。 哦, 对了, 我有句话想说。 我走到狐狸精面前, 笑着说, 你可能会求她 给你们的孩子留点钱, 但我告诉你, 她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这个男人。 我瞥了老公一眼, 冷冷地说, 她只爱她自己。 我拉着女儿, 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如同老公当初拉着狐狸精走一样, 我没回头。 但也犹如狐狸精回头的那个瞬间一样, 女儿回过头, 露出了胜利得逞的微笑。 然而, 我们才刚回到娘家, 老公和婆婆就陪着笑容, 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上门了。 他们的速度很快, 应该是没去医院, 直接想办法联系了医生。 婆婆不断打开包, 从里面拿出一个个女儿爱吃的零食。 她说, 孙女, 我买了所有你喜欢吃的东西, 不过你喜欢的熏肉, 我没买。 少吃点熏肉, 对肝不好。 女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甚至连看都没看婆婆一眼。 老公也站在女儿身边, 温柔地说, 宝贝, 是爸爸之前不好, 你不是想要个新手机吗? 我给你买了。 女儿淡淡地说, 可别, 我受不起, 我们已经断绝妇女关系了。 老公着急地说, 血浓于水, 这是说断就能断的吗? 女儿扑斥笑了。 她说, 我就是个不懂尊敬长辈, 没有教养的小畜生, 我可没资格跟你血浓于水。 婆婆激动地说, 吵架时的气话能当真吗? 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的孙女, 她的女儿, 这是事实, 改变不了啊。 我没有大话, 只是默默给本家兄弟们发了个消息, 让他们快点过来。 老公诚恳地说, 医生说了,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换肝, 听说你之前匹配成功了是吗? 女儿冷笑, 对, 匹配成功了, 就在你把我和我妈赶出家门的那天。 老公忽然抬起手, 狠狠一耳光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他说, 是爸爸错了。 原来你这么爱我, 可我一直都不知道, 你还为了我去匹配检测, 我真是个坏爸爸。 宝贝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生命要结束了, 我才明白谁是最可贵的人。 他牵住了女儿的手, 语气中满是诚恳, 你们才是我最可贵的人, 我已经将那阿姨走了。 这次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会和她有联系, 请让爸爸用一生来弥补你们, 好吗? 我知道我女儿为什么突然这么可贵, 因为婆婆年纪大了, 病多, 其中就包括干硬化, 她就算匹配, 她也捐不了。 这时, 我的本家兄弟们上门了, 人们一个个走进屋里, 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带着些凶神恶煞的味道。 婆婆急了, 她连忙说, 你们想干什么? 我儿子身体可不好, 她又抓着女儿, 大哭。 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你的爸爸呀, 这个干你必须捐, 就当是还给你爸爸的, 要是没有她, 你都不会出生在这个世上。 女儿平淡道, 这样吧, 你们不是说我不尊敬长辈吗? 我还真的没什么教养, 要是两位长辈跪在我面前求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捐肝。 放肆, 老公下意识抬起手, 女儿却主动抬起了小脸, 冷笑, 你想打我吗? 老公咬咬牙, 而婆婆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着急地说, 我们跪, 我们求你了。 婆婆拉着老公, 跪在了女儿面前。 老公咬着牙, 脸上满是屈辱。 女儿笑着问, 这是你求人的态度吗? 老公只好挤出笑容, 说, 求求你救我, 好吗? 女儿又说, 你没教养吗? 你知不知道求人的时候, 应该好好磕头恳求。 老公犹如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但婆婆已经疯狂地开始磕头。 她一边磕头, 一边哭着说, 求求你了, 救救你爸好不好? 老公终于磕头了。 她语气中带着恳切, 爸爸错了, 我活不久了, 只希望你们回家,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女儿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这才是求人的态度吗? 我很满意。 老公和婆婆面露喜色, 可紧接着, 女儿又躺在沙发上挽起了手机, 淡淡地说, 我考虑完了, 不捐。 老公气得大怒, 你找死。 这时, 我的本家兄弟们都往前一步, 这下老公又不敢说话了。 我冷冷地说, 你还想在我家里放肆吗? 这个气软怕硬的东西, 马上就耸了。 老公见求女儿没用, 只能转而求其次, 语气讨好地跟我说, 你能跟闺女说说吗? 她还小不懂事, 她不知道没有爸爸会是什么滋味。 我说, 我觉得我女儿很懂事, 老公急了, 二十年感情, 就真的不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冷声说, 二十年感情, 你给过我们机会了吗? 把我们扫地出门的时候, 你念旧了吗? 让我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你念旧了吗? 而啊, 他们是说什么都不愿意帮忙了, 婆婆哭着说, 我们走, 就算不求这对没良心的母女, 妈也要让你好好活下去。 大不了卖房, 吃进口药, 用最好的治疗, 也要让你多活几年。 我笑了, 我说, 你们卖不了房, 房子名义上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我已经跟法院申请冻结。 必须要我同意, 否则你交易不了。 老公大怒, 你, 你是连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吗?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女儿还在冷嘲热讽, 你可以找律师打官司, 你说过我妈一定会败诉的。 就看你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了。 我走到老公面前, 直视着她的眼睛, 我冷冷地说, 你把我赶出家门, 没关系, 那已经是属于我的了。 是你逼我的, 老公咬牙切齿, 实话告诉你吧, 我没赶走她, 我好不容易有个儿子, 我怎么可能让她走? 事到如今, 我就算借钱, 我也要治病。 她伸出手, 狠狠戳了戳我的肩膀。 她冷笑道, 我一定要活到 跟你们财产分割的时候, 就算我死了, 你们如果想拿走我的遗产, 也要承担我的债务。 我摇了摇头, 一阵苦笑。 她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我叹气道, 我会放话给所有朋友, 女儿不会给你捐肝。 我也会放话给所有朋友, 如果你死了, 我就算当个老赖, 也不会替你还钱。 她吞了口唾沫。 我笑着说, 人在顺境时的友谊, 和在逆境时是不一样的。 你是个没救的将死之人, 给你借钱就等于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有谁愿意借钱给你。 她怒吼了一句, 我不信。 随后她捂着腹部, 失魂落魄地和婆婆走了。 看来她还很天真。 我靠在门口, 对着她的背影喊道, 对了, 带你那儿子去医院查查。 我回过头, 问我, 什么意思? 我笑着说, 当初生了闺女后, 你不服气。 结果二十年我都没怀上, 我去医院查过, 你猜怎么的, 我没问题, 我很健康。 婆婆大骂, 你别瞎说, 我给我儿子吃过生儿子的偏方, 是你肚子不争气, 一直怀不上。 我耸了耸肩, 去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他们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走了。 就如同我所说的那样, 朋友们都纷纷来找我, 告诉我老公跟他们借钱了, 可惜的是, 没人愿意借给他, 除非是自愿送钱, 否则谁愿意借钱给一个必死的人呢? 据说只有他几个老家的亲戚 给了点营养费, 凑了几千块钱。 我寻思这点钱还是留着买股灰盒吧, 拿去治病是杯水车薪。 然而,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就在七天后, 突然有老公家的邻居火急火燎跑来找我, 说我们家出事了, 让我赶紧去看看。 我赶到老公家, 只看见满地狼藉, 警车, 救护车的声音响彻在寂静的夜。 狐狸精倒在血泊里, 那孩子就躺在他身边, 母子都没了气息。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公提着刀, 坐在沙发上。 他脸上满是讽刺的自嘲, 不是我的, 他骗我, 他和好几个男人有来往, 我没有儿子。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转身走了, 我怕他神经病, 把我也一起带走。 老公被抓了, 婆婆受不了这个打击。 中风倒地, 送去医院后, 老公已经被抓了, 签字的责任落在了我头上。 医生让我抓紧时间签字, 要赶紧手术, 否则婆婆会有生命危险。 我笑着和医生说, 我是个孝顺的人, 请让他走得舒服点吧。 医生一愣, 你的意思是放弃治疗吗? 我说, 对, 放弃。 我在放弃治疗的通知书上签了字, 哼着小曲回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 女儿还在家里着急等待。 她一见到我, 急忙站起身, 着急地和我说, 奶奶怎么样? 我说, 放弃治疗了, 没能活下去。 女儿这才松了口气, 她坐在沙发上, 拍着胸口说, 那就好。 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不许表现得这么明显, 会招人口舌的。 女儿嬉嬉一笑, 过来抱着我胳膊说, 我可难过了, 我现在难过得需要吃一顿大排骨。 我宠溺地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轻声说, 我去给你做。 我去了厨房, 想着老公接下来会被怎么判。 照理来说, 老公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 但他没被抓, 只是在医院里有人看守, 因为他已经活不了几天。 临死之前, 我和女儿去看了老公。 他见到我, 颤颤巍巍伸出手, 抓住了我的胳膊, 给我捐肝。 我冷笑, 撒开了他的手。 女儿还在旁边玩手机, 看都不看即将死去的父亲一眼。 老公在床上挣扎了三天, 死了。 遗产本来应该分成三份, 让我, 我女儿还有婆婆分别继承。 可惜的是, 婆婆死了, 这份遗产她花不了。 我坐在属于我们的房子里, 女儿却在收拾东西。 我问女儿为什么收拾。 她说, 我想你把房子卖了, 我不希望想起她, 我觉得恶心。 我点头, 好, 那就卖了。 我陪女儿收拾好东西, 女儿忽然问我, 她的遗体, 打算怎么安葬。 我说, 好歹夫妻一场, 我想让她风光大葬。 女儿皱起了眉头, 真的吗? 现在墓地很花钱的, 干嘛让她风光大葬? 我说, 她那边亲戚多, 我们可以捞一笔。 你到时候在葬礼上狠狠哭, 我们先把礼金收了, 然后再把骨灰一扬。 女儿恍然大悟, 妈, 还是你会过日子, 我到时候买平滴眼液, 一定哭得撕心裂肺, 让我们多赚点。 后继, 我和女儿站在海边, 她打开了饼干盒, 里面是老公的骨灰。 女儿问我, 我们这算不算破坏自然生态? 我说, 不算, 我已经和有关部门申请通过了, 不过怎么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我明明给你钱, 让你去买骨灰盒了。 女儿说, 骨灰盒好贵的, 我就买了一盒饼干, 把饼干吃掉了, 你看这个铁盒完全够装了。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实话, 我没想到女儿会做出这种事, 但凡是个人, 都会觉得她太过分了。 她既然做得那么过分, 那我身为母亲, 真的该狠狠说教一下了。 我看着女儿的眼睛, 很严肃地和她说, 整盒饼干都吃了, 就是因为你总吃那么多零食, 所以才会吃不下饭。 女儿委屈地说, 可是饼干真的很好吃。 我说, 你已经是大姑娘了, 吃那么多零食会发胖, 你看你都最近胖成什么样了。 女儿气地把饼干盒砸在地上, 骨灰洒落一地, 她恼怒道, 你说谁胖呢? 我见她竟然敢发脾气, 一脚踹翻了饼干盒, 生气地说, 你跟谁降脾气呢? 女儿红了眼睛, 她狠狠踹着饼干盒发泄脾气, 还对我吼, 我只是想吃一点零食。 这么点小事, 你都要说我。 我问, 你还想不想吃大排骨了? 女儿顿时怂了, 她小声说, 想, 我错了。 我说, 走了, 把垃圾捡起来, 别乱丢垃圾。 女儿赶紧捡起了饼干盒, 屁颠屁颠跟在我的身边。 妈, 今天排骨多做点好不好? 我老觉得不够吃。